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活在地球的脚脚落落 有时候面对这些奇闻异事 我们真的很难用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去解释清楚一件事或者一个道理 就像今天我们所要关注的主题一样 生活中为什么有些人会不怕电呢 而这些人又为什么偏偏都是印度人呢 拉甲穆罕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影响力的抗电超人 这位印度老兄号称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起安培的电流通过 并且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 这种事情听上去确实非常有震撼力 因为一般情况下 0.1安培 也就是100毫安的电流就能把人电死 人类能承受的安全电流为10毫安以下 这样算来 能抵挡几安培电流的拉甲穆罕 确实是个人才 可问题是帮助他宣传超能力的节目组似乎都没有学过物理 他们一再强调拉甲穆罕之所以神勇无敌 是因为他身体的电阻是常人的十倍 根据I等于U除于2的公式 现场如果用印度220伏的民用电压再透过人体电阻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几安培的电流值的 所以说搞了半天他们的电流实验就是一场忽悠 拉甲穆罕到底有没有真功夫 我们无从判断 但另一个印度人德帕克詹格拉肯定有两把刷子 这个被称为人类电子聚元体的17岁上年 能扛住11000伏的高压电电机 他身体中的电阻大概比拉甲穆罕还要强大好多倍 至于为什么总是在印度出现这样的奇才 就我个人的观点 不怕电的前提 首先要不怕死